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后之后觉 第36至37集,心虚总比体虚好 路易早上6点不到,就悄悄从今夏屋内溜出 没想到刚一出门,就看到今夏爸爸从厨房走出来 两人在客厅撞见,路易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解释 倒是今夏爸爸主动问道,路易,你昨晚回来很迟吧? 是,昨天我加班,回来迟了 怕打扰到你们休息,就没和你们打招呼 他心虚地说道,打什么招呼,你当成自己家就行 今夏爸爸说着,你这么早起床,是要去上班吗? 其实路易这么早起床,就是怕撞见今夏爸妈 没想到还是撞见了,他只能连连点头 嗯,对,昨天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再忙也要吃早饭啊,你等会,我给你弄点早饭 今夏爸爸说着,又朝厨房走去 路易恩了一声,好 谢谢叔叔啊 谢什么,你先去洗漱,好了我叫你 路易尴尬地挠挠头,又悄悄去了今夏的房间 他醒的时候,他其实也跟着醒了,只是实在太困了 便没和他说话,见他进来,便问道,你落下什么了吗? 不是,我出门的时候,碰到你爸爸了,他现在去给我做早饭了 路易捏了捏今夏的脸颊,肉嘟嘟的,手感很好 他缩在被窝里,软糯糯的样子,好似一只小猫咪 哦,那你吃了再去上班,我爸做的早饭很好吃 今夏说着,打了一个哈欠,他实在太困了 我,路易一想到,昨晚自己和今夏发生了什么 他就有点害怕,面对今夏爸爸,我怕,今夏拉住他的手 一有所指,做都做了,你怕什么? 我都不怕,路易弯下腰 捧住他的脸,我心虚,不行吗? 心虚总比体虚好,今夏,路易弹了弹他的脑袋 今夏翻个身,伸手勾住他的腰,今天能不能早点回来 然后去超市买点东西 你要买什么?路易问道 今夏盯着他,斜斜一笑,路易立马会议 你这个女色狼 好了,你快出去吃早饭吧,不然我爸爸要来房间叫你了 路易立马起身,快不走了出去 今夏看着他慌乱的样子 觉得可爱又可笑,又想到两人昨晚温存后,相拥而眠 那种幸福的感觉,实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他好想就这样 日日与他相对 今夏爸爸早餐做得很丰富,水煮蛋 小馄饨,还有热牛奶和一碟水果 他坐在一旁看着路易吃,够不够啊? 不够我在煮点汤圆之类的 我够了,你们吃什么? 我们啊,我们吃粥啊,放在锅里包着呢 路易不免感到难为情 他吃这么丰盛,他们却吃粥,还要麻烦叔叔你特意为我做早餐 这有什么,你喜欢吃就好 路易吃完馄饨,顿时身子暖和起来,这馄饨真好吃 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那是自然,是你阿姨亲手包的 我真幸福,叔叔阿姨还有今夏,厨艺这么了得 呵呵,喜欢吃什么,只管说啊 叔叔,我和今夏商量一下 下月初二,就订婚 路易的话,让今夏爸爸很开心 你们两人啊,也不小了,早点安定下来,我们做父母的 也安心 是,今夏这么好,我等不及想要娶她 路易说着 有些难为情,不怕叔叔笑话,我真的怕今夏不愿意这么早订婚 他毕竟比我年轻好几岁 放心吧,今夏他有时候虽然不懂事 但这是人生大事 他拎得轻 今夏爸爸说着,还拍了拍路易的肩膀 和今夏爸爸聊到了七点,路易便开车去了公司 他答应了今夏,早点下班去陪她,一回公司 就开始工作 公司里就她去得最早 等到下午四点 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蓝清旋好奇道,你急着去哪里 我去今夏家 才四点你就去她家 你不懂,路易抿着嘴角笑道 我看你很闲,整日盯着我的行踪 不如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公园的相亲角,去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蓝清旋醋眉,路易,过分了呀 我这样的青年才俊 需要去相亲吗? 追我的女生,不要太多 只不过我享受单身生活 自由自在,没有约束 我这是万花丛中国,片叶不沾身 你才不懂呢? 路易转头 上下打量她,笑着哼了一声 好一个万花丛中国 我看你过得是仙人掌吧 蓝清旋,你谈个恋爱 就这么得意,花孔雀似的 是的,就这么得意 路易拎起包包,朝她挥挥手,就潇洒走了 今夏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傻白甜影视剧 在家休养的日子,她就靠追剧打发时间 茶几上摆满了零食和水果,她翘着脚,正看得出神 路易开门进来了 看什么呢? 路易问道 电视剧啊 好看吗? 打发时间嘛,你今天回来真早 今夏笑笑 看到她心情也变好了 是你让我早点回来的 我肯定遵命 她凑近她,将她横抱起来,别看了 可以吗? 今夏拿起遥控 关了电视 她直接抱着她进了卧室 东西我买来了 要不要验收一下? 你不累? 今夏逗去到 看她迫不及待的样子 实在好笑 乐在其中 累什么? 路易反问 她低头 稳住今夏的双唇 她的吻越来越热烈 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她拉着她的衣领 滴滴呢喃一声 好了 路易眼底含着深深的情欲 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 报表都差点填错 你怎么补偿我? 你自己犯错 关我什么事? 今夏别开脸 故意不去看她 路易将她压在身下 你别想耍赖 今夏抿着嘴角 含着笑 她情动 就要去撩她的衣摆 忽然门外一阵响动 今夏爸妈下班回家了 她立马不动 规规矩矩地将衣服拉好 转身回看今夏 发现她缩在被子里闷着笑 你别笑啊 我不笑 你快去你未来的丈母娘 和老丈人那里报到吧 今夏正色道 免得你又心虚 路易辩论了得 接道 如你所说 心虚总比体恤好 特别淀励